天水圍去年發生三母子墮樓慘劇後 引起各界關注 舉辦了很多招聘會 僱主一窩蜂進去請人 時間半年我們發現 當時找到工的人有八成半已經沒有做 有探偉雲說說為什麼 剛剛半年前 天水圍開了慘劇之後 第一場招聘會 間間公司都說要入天水圍請人 時隔半年 我們合起來就取錄了二十五人 真的上班只有九個 這個呢 不太明白 不太悲哨 台慶肖美是參加招聘會的 四十八間公司之一 他們請了二十五個人 現在上班的只有三個 我們成功接觸半數 即是二十四間公司 總共透過招聘會請了四百多人 但是有八成半人 一開始就沒有上班 或者後來辭職 現在得回六十多人受聘 其中 大家樂本來計劃請幾百人 還說提供廠車接送 但請到的五十人 只有十個人上班 三個月後 全部人都離開 萬寧、七十一 和惠康請了四十七個人 過半數人沒有報道 最後只有十六個人上班 有些說辛苦 有些說不習慣 有些說不習慣 現在是我的問題 不上班還是他的問題 不過 也有天水為居民 成功在招聘會找到工作 還做到現在 黎均達就是其中一個 天水為工作不會有困難 是看那些人願不願意走出第一步 有線電視記者 譚惠雲報道 另外也有僱主高調說要請人 但結果一個都沒有請到 有學者批評 部分僱主高調請人只是一場戲 最後由譚惠雲報道 如果有機會出書 他們帶了自己的作品來 想實現做漫畫師的夢想 為何胡專頓來 四十元車陣過來 九支聘會的公司說 今年三月會在澳門舉辦動漫節 請百多個兼職 二十個長工 現在已經五月了 動漫節開不成 人也都沒有請到 僱主解釋 因為請不到市場推廣的專才 真是一個市場推廣的人 來建工都沒有 我猜都猜不到 我都覺得我是一個受害人 不過 曾經替政府檢討過天水為問題的 石山人小組成員周永鑫說 僱主請人 沒有理由不知天水為很難請到推廣的專才 招聘會當時 只不過是社會裏面一個 甚至可以說是做一場戲 根本都不是長遠解決的問題 解決天水為那個就業問題 你真的要搞活當地的經濟 ginwil 有先電視記者譚慧雲報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